我有个朋友, 心如一个女孩 他就约了这个女孩 有一晚去剧场 看一部爱情的喜剧 两个钟的演出时间里 女孩不断地向男孩 靠着来坐, 越坐越近 男孩当然很开心 因为他们根本就… 男孩没有表白过 不知道女孩的心意是如何 但是很有趣的是 女孩的旁边有两个极位 男孩觉得那里有极位 女孩要靠也不靠那边 竟然靠着她, 她觉得很开心 之后她决定, 完戏后 她决定向这个女孩表白 谁知道正在开口的时候 女孩跟男孩说 她说不好意思 刚才一直靠着你来坐 其实我是有阴阳眼的 在看电影的过程这两个钟 我看见一个全身濕透的人 一直坐在我身边 一路滴水一路滴水 于是我没办法 我不去靠着你 那个他们的面对 他要靠着你 走开 离民之间 为什么 невсем 关键 要靠着我 不然 我实际上 就不是 那么 一 会 好 就是這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干什么? 我看了你的短信, 你不用传两次给我吧 两次?我传了一次而已 那没什么了, 我还要去开会 现在不跟你谈计了, 晚上我尽量早点回 我今天去了泰玛, 你不问问我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她说我们这个星期回去吃饭 好啊 好啊, 那哪天? 对了 这样的, 我最近有很多事要做 要不过几天 过几天过几天? 每次你都说过几天 男人一结完分就不同了? 我摸过去 去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